嗨 手機網 您好 不好意思 我們手機網沒有在販賣手機 接電話接到手軟 平均一個禮拜就會有很多消費者 打到3C網站手機網投訴 不是買到假手機 就是有消費糾紛 就是我上手機網的網站 然後有登入會員那些帳號 然後就買了一支大概390的紅米機 而之後就陸續接到就是說 好像有那個詐騙的 還有寄簡訊寄LINE給我說 要再跟我確認我的名字和手機顏色 還有我要不要加購的東西 原來是有詐騙公司打著手機網名號 特別是只用LINE來做交易溝通平台 讓消費者傻傻分不清楚 在網路上賣起比市價便宜 三折的山寨手機 仔細看山寨版的LOGO跟手機網 同樣都是黃底黑色的S字母 網址也是用上SOGI四個字母 相似度高達80% 報警的動作主要還是說 侵犯商標的部分 那至於說可能在消費者部分 可能還是要有這種所謂 被詐騙的消費者 他要自己去報警或提高 才會有才有辦法去做進一步的解決這樣 民眾可要小心來路不明的網路通路 或者是只提供信箱 或者LINEID來做交易 甚至特別強調只提供貨到付款 就算得到一支便宜的假手機 也是窮住無門 三歲尋雄李宣台北 我先來不及了